你可以用Date或者NewDate 就是直接用匿名物件放这边就可以了 或者是用System.CurrentMinus之外 其实你也可以用Current Current在介绍到Date里面 其实它延伸的 你当然也可以利用Current 可是Current 它也是UT的 那它跟Date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你也可以去看里面 主要可以从里面 去看到它里面的相关的成员属性跟方法 那比如说这边有个Current 你从Date里面也可以看到 你把它点击进去 里面就有相关Current里面相关的叙述 不过写的其实洋洋傻傻的 那当然最重要是要掌握重点 然后它里面的成员属性 可以做什么事情 里面的话有个栏位 其实就是所谓它的属性 它的成员的属性 就是进入什么样的资料 也就是说它如果从系统里面 可以抓什么东西回来 其实不外乎就Date Date的话就是今天是哪一天 Day of months 这个月有几天 Day of week 这是星期几 或者是什么year 这个我想am就是早上或下午等等 这边都有了 那不外乎当然就是年月日 year month day 然后再来就是什么 10分秒就hour mini second 这里面一定有 那你可以借由什么 借由一个方法叫get 这边有个方法叫get的方法 去取得什么 取得刚刚那些相关的讯息 所以里面这边都有 这些就是所谓的方法 那你想说 那如果说我今天 想要用Karen的来代替那个什么 代替什么 代替那个Date可不可以 当然也可以啊 那做法上面 不外乎就怎么样 一样的方法 你可以怎么样 假如我们今天 如果用那个Karen的 去取代它的话 标准做法 这一定是Karen的这个类别 那你要怎么样 先产生一个物件给它 所以C 等于什么呢 那因为呢 他这个Karen的不是用new 里面有讲到 他是用get的Instant 在这里 有没有 所以呢 把它等Ctrl-C 有没有 这边有讲到Karen的 产生一个物件 不过我名称不一样 用这个名称 get的Instant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就可以产生一个物件了 这个物件建立名称就是C 那如果说我今天 要把那个 刚刚的东西 改为用Karen的的话 其实特别注意 可不可以呢 其实也可以啦 我刚刚有试了一下 当然第一个你要把new new 其实你 不过这边不能用new 因为它是getInstant 除非你要把这个getInstant 放在这边 你可以试试看 那比如说我今天要取得系统的时间的话 你可以c点什么 get get这个是取得什么东西 不过我们不是去取得什么东西 我们是取得系统时间 它会放在哪里呢 Time-这个 OK 感觉好像蛮像那个 刚刚不是有个system的 那个current什么 它只是把它改成get 不过你会发现哦 这个 Karen Karen的这个方法里面 除了get之外 因为Java很喜欢get 也喜欢用什么 用set 所以你会发现 它其实跟那个date最大不一样 它date只能单向 get到什么东西 但是呢Karen的 它可以双向 也就是说我今天要修改啊 某一个就是日期时间的话 它可以用set set的话是可以更改的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日期 要做一些双向修改的话 可能要用Karen的 你不能用date 所以我想 当然你可以比较一下 你说这两个当然都可以 可是有没有相同的 有没有什么不同的 你可能要稍微看一眼 那实际上哦 详细的说明 在这个说明档里面都有啦 所以有时候你当然 我的习惯我是 不一定去Google里面找 因为你如果Google一下 你会发现哇 每个人讲好多 讲越多 你越看不懂 越多问题 越看越有问题 那反而你看那个 它里面的官方说法 反正官方说法就一定是 算是应该最有公信力的啦 你所有东西其实都从这边衍生出去的 所以大概了解一下 不外乎就是了解它的 有哪些的属性 储存资料的地方 有哪些方法可以做什么事情 大概主要是两个 成员 成员的属性 跟成员的方法 OK 两个东西啦 就是物件的最重要两点 你把它掌握住之后 我想这个物件 这个类别你要拿来使用它 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 OK 那我们用什么 用那个getTimeMinus这个 把它点两下 它回来的话 你刚才说set可以更改是 我们可以输入时间 对你可以更改那个 Karen的里面的时间 它可以去set set里面的栏位 看起来是应该是这个 那至于怎么做 比如说你要算那个你的生日好了 那你可能取得一个你的生日 那当然你就可以用Karen的 去产生一个日期 而且你这两个日期要比对 相差 假设你们可以练习一下 如果给你出个作业 请计算出 你出生到现在为止 总共几年 几个月 又几天 OK 那也许你可以先做一个input 或者你也许用scanner也可以 请输入你的生日 对不对 那你输入进去 会有个地方可以接嘛 那再来你要跟今天的日期比对 那最后output的部分就是 你 你到今天为止 总共活了几年 又几个月 又有几天 如果像这样的练习题 因为你可以想想看 怎么做出来 因为这大概前面都有讲过了 只是说怎么实做出来 那也许有些功能 可能你不太清楚 没关系 你可以查吧 刚才有讲过那种set 这个可以 里面这些功能 因为说真的 这里面 不可能 像刚刚同学问说 可不能把每个都 就是熟悉 你要能够熟 其实 不快步就多用 但有的时候 你不可能 这种东西这么多 你怎么可能每个都常用 大概偶尔用一下 偶尔用一下 你必须要有一个参考 所以为什么它会有一些 Google的说明文件 它主要就是说 当你需要的时候 我随时让你可以查得到 你只要看懂那个说明文件 你就可以做出你要的结果了 OK 类似像这样 那也就类似像这样 那刚刚我也试了一下 其实我本来没用过这样的方法 我只是想说试试看 把它执行过 发现 有没有错误呢 好像也没错误 结果一不一样 也一模一样 所以基本上取得系统时间 这里至少有三种 那哪一种比较好 那看你 反正 这个东西 有同学问过 但是说真的 你可能要自己去看一下 那个 它的格式 因为这个是标准 它已经写好了 除非怎么样 你去把里面的程式 做变更 因为它写好就是这样子 那至于为什么会这样 TST是什么东西 其实 我也不知道 OK 因为这不是我关心的 我关心是 它可以帮我格式化 的结果 OK 那至于 如果你要 假设你要更改成自己的格式 也许你可以用别的 别的方法 或者是说 如果别的方法 有办不到的话 这个时候 你自己要创一个类别 可以格式化你要的东西了 OK 我也不确定 这东西 到底能不能修改 那可能详细的说明 请你要看一下 Deformat OK 大概 那另外其他的话 如果说你要取得什么 假设你要输出的时候 除了可以输出这些之外的话 假如你要输出什么 比如说你要输出 今天是哪一年 哪一月 哪一日的话 年月日好了 假设我这边有输出一个 我把它补在下面好了 比如说我补在这个下面 输出年月日 有没有 就是用C get 特别注意哦 这个是栏位的 就是那个成员属性的取得方法 要必须告诉他哪个类别 取得 有没有刚刚的那个 year month 但是 day day不是那个 day 是dat OK 它的写法不太一样 那我把它执行过 给各位看一下 你会发现哦 年月日就是帮你显示出来了 年 没错 月 日 但是 可能有同学会有疑惑说 月 对月因为从零月开始 它不是从一月开始 所以以后呢 假如你要是 就是月哦 特别是因为常常同学忽略这一点之后的话 那当然就会这样 输出的月份就怪怪的 所以你必须要把它加一 加一之后的话呢 没有问题啦 或许有时间的话 可以各位想想看 有没有方法可以写出 你活到今天 请对方输入他的年月日 好 然后 自动告诉他说活到今天为止 是那个 那你也可以 请 对啊 有时候 我帮你算一下 甚至你可以写一个 比如说你要了解对方的年龄的时候 你不好意思问 你也可以 我帮你算命好了 你告诉我你的生日 对不对 然后帮你算一下 类似像这样的 OK 好 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帮给各位 了解一下延伸的 这个是延伸性的 那当然存取日期 取得日期的方法很多啦 那当然 每个工程师 用习惯的方法都不太一样 所以我主要会 多教各位一些 可能各式各样可能的状况 那当然 未来如果你们遇到 哪一种状况最好 我想你可以自己去取舍啦 那当然以后 如果你这些都懂的话 无论你自己去做 做事情 或者是说你将来看别人城市 也比较不会说 为什么每个人 好像都写出来的东西都不一样 写出来不一样是正常的 绝对不可能 设计师每个人写出来 一定都是不一样的 那只是说 基本 我想也是不拖 就是说那个 一些基本的规则 所以你们要学的 我觉得至少就是 可能常用的一定要熟悉 那不常用的 你就要懂得如何去查询 需要的时候呢 可以把它快速做出来 即便那个类别啊 你完全没用过 你也可以很快的 就可以把你需要的东西 给实做出来 啊其实Java 它本来就是希望 工程师可以减轻负担的 你不需要去 每个都要用背的 用记的 好